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这双鞋正是CAMS CREATION前段时间跟ASICS的一次合作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鞋盒吧 其实这个鞋盒看着就比较特殊 这一次发售一共有三个鞋盒 第一个鞋盒是亲友限定 它是用一个铝制的箱子去装的 作为鞋盒量比较少 还一个就是我此时此刻手里拿这个鞋盒 这个鞋盒相比较而言也算是一个特殊鞋盒 因为它的整个鞋盒的面也是精心设计过的 还有第三种鞋盒 第三种鞋盒就是一个普通的ASICS鞋盒 我相信这一次很多地方大部分发售的都是普通鞋盒 对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鞋盒 除了正面化学制品这四个大字以外 正面也印着ASICS的logo 以及CAMS CREATION的logo 然后侧边的tag写着一些关于这双鞋的一个信息 那么其实这一次CAMS CREATION跟ASICS联名呢 他们所选用的鞋型呢 就是Keyano 5 OG这个鞋型 也是相对来说很经典的一个鞋型 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来开箱看一看这双鞋究竟长什么样 OK 我们打开鞋盒 其实这一次的鞋纸呢 它用的就是这种白色的鞋纸 咱们来拿出一只鞋来看一下 各位那么此时此刻呢 在我手里拿这双鞋呢 就是CAMS CREATION跟ASICS的最新一次合作 Caiano 5 OG 没有错 其实老实说 这双鞋我当时还没有拿到的时候 我有看过图片 一共有两个配色 一个是这种整体性比较强的米色 还有一个呢 就是灰蓝的一个撞色的一个配色 其实当时我跟Max聊过这双鞋 它呢更倾向于灰蓝色那双 我呢就是比较倾向于米色这双 但是说句实话这双鞋拿到实物 并且我看过灰蓝色那双鞋的实物之后 再去做比较的话 我并不是说这双鞋不够好 我只是觉得灰蓝色那双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那双鞋的灰色和蓝色 撞色撞的实在是太好看了 没有错 但这双鞋也不赖好吧 不赖不赖不赖 咱们回到这双鞋本身啊 其实这双鞋呢 因为Chemest Creation这个品牌 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点像化学家制造 化学家制作的产品 化学家制品 类似于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说这一次它跟Asics的联名呢 它也把这种化学的元素 以及这种像科学制品做出来这种元素 都加入到了这双鞋的鞋本身 以及鞋盒还有配件上面 其实回到鞋盒里面也可以回想起来 化学制品那几个大字 包括这双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配色 米色 还带一些灰色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棕色 其实大面积的米色整体性超级强 而且它还用了一些麂皮在上面 细节非常非常多 首先马上可以看到的 就是鞋后跟的化学制品的刺绣 以及这边Asic的刺绣 然后其次就是一些比较有趣的细节 你们可以看到它logo的这个位置 外面盖着一层 有点像塑料膜的这种感觉 然后塑料膜下面盖的是logo 然后logo其实它用了一些银色的3M作为点缀 然后在最里面这一层白色这一层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是有一些文字在上面的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化学报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一个挺好玩的细节就是在鞋垫的位置 除了Asic 对不起 在鞋垫的位置除了Asic跟Chemus Creation以外 还有原素周期表 青海里披风 青海里披风 所以它就把很多的细节都加入到了这双鞋上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一起 除了这双鞋本身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点 就是关于它的配件部分 那么此日此刻在我手里拿这些配件 就是这一次合作的一些配件 首先就是两副鞋带 这两副鞋带一个是荧光色的 还一个是这种带有3M反光的 这种类似于登山鞋的鞋带 再加上这双鞋原配的灰色鞋带 一共我们有三副鞋带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合作 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这双鞋本身它除了正面的这些 比较普通的这种鞋带孔以外 它还配了在外面侧面 还配了几个额外的鞋带孔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穿好这个鞋带的同时 我们还可以再选一个颜色的鞋带 再穿上去 等于就是一双鞋一只鞋有两个鞋带 对就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这一次合作 他还给了一个小卡片 就是上面大概就是讲解着 比如说你穿鞋带大概能穿成什么样的感觉 怎么穿上去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讲解说明书的意思 那么此时此刻在我手里拿了这个配件 也是最后一个配件 它是一个登山扣 那么这个登山扣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塑料纸包着 如果我拆开了 这个袋就等于真的就拆开就作废了 所以说我一直没舍得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登山扣也是我觉得这一次合作非常有趣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登山扣首先你拆开之后 你是可以挂在鞋上作为一个挂饰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这一次合作 登山扣一共有六个颜色 但这六个颜色 你买的每一双这个联名 每一个斜盒里的登山扣的颜色 你都是不确定的 都是随机的 并且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就是你通过这个袋 你是看不出来的 就是有一种盲盒发售的感觉 然后每一个颜色还都有不同的几率 白色和黑色是70% 蓝色和黄色是20% 然后还有一个橙色和一个荧光黄的颜色 是10%的几率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一次能够抽到什么颜色 咱们来打开看一下 真的死掉了 我并没有成为训练 因为我拿到的是黑色的 其实也不算是黑色 有点像深灰色的感觉 所以我是那70%对吗 那么紧接着你就可以把登山扣 挂到最外面的鞋带孔上 其实挂这123 你挂哪个鞋带孔都可以 挂里侧外侧其实也都行 一共6个颜色 我其实老实讲 最想抽到的颜色应该是橙色吧 我觉得橙色会比较好看一点 荧光黄也可以 但是这两个颜色都是几率非常非常小 只有10%的几率 所以我还是 就是我其实毫不意外 我抽到黑色和白色这种70%的颜色 我毫不意外 好吧 但是其实灰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因为整个颜色 整鞋的颜色都是那种发冷的颜色 配一个深灰我觉得也还行 对吧 不行我还是得穿到麦克去买一个灰蓝色的 然后把登山口拖过来 那么其实在我阳台呢 这幅画摆了大概快两周了 这个是Max刚刚回到英国的时候 有一天无聊的时候画的 然后结果没画好 全都涂烂了 就放到阳台了 其实聊到画画 我相信各位应该对我之前那幅狂野派抽象名作 风暴里的阳光不太陌生吧 其实这个画我后来送人了 在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写展的时候我送给了一个好朋友 他在龙七工作 所以现在这幅画一直摆在龙七的办公室上面 我对那幅画感情还是非常深的 所以过几天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跟Max打算再画一幅画 各位如果想看的话请扣一扣一 我非常欣赏《风暴里的阳光》这个作品 其实当时画这画呢 就是完全本着一个娱乐自己欢乐大众的态度 然后就是当然也很认真啊 就是抹了一边又一边抹了一边又一边 然后画出来之后的 没想到就是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我自己反而挺满意的 然后呢把它当做了手机壁纸 把它当做了笔记本电脑的壁纸 每天看着就真的就高兴 就高兴就开心 然后这时间啊就过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这期视频要提这个事呢 是因为这个画啊 就跟今天我要开箱这双鞋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我继续把它说啊 就是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吧 我得知Vans其实是可以去定制自己的鞋 就是你可以去换皮换一些颜色 甚至呢到后面你还可以去传图定制 就是把你自己的图片传上去 他会把这个图片印在上面 然后当时我考虑了很久 我说我到底印一个什么图片上去呢 印一个自己的照片吗 就我当时是问我在发微博问一些点子 然后结果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把我的猪脸印到了鞋上 反而很搞笑的鞋做出来 然后当时我在想做一个什么鞋好 后来我想到了 我这不是有一个风暴里的阳光吗 然后我就直接把风暴里的阳光 上传到了Vans的官网上 等了大概 等了大概 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因为当时鞋型我是可以 我本来是想选Authentic 但是我觉得Authentic 把风暴里的阳光放上去之后 呈现出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它的风暴并没有那么风暴 然后最后呢我就选了一个Skate High 一个高帮的鞋 因为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穿高帮的鞋 并且高帮的鞋它面积比较大 可以把我整个的艺术创作全部放在鞋上 所以呢 大半个月过去了 我终于拿到了这双鞋 就是此时此刻 我手里这双鞋 OK 我们打开鞋盒 首先呢它是给了一个防尘袋 对防尘袋 这防尘袋呢其实我也不会用 其次呢给了一个收据 这收据呢其实就是写着这些鞋 我设计的时候的一些细节 以及就是图片什么的 大概就是一些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他们就把鞋拿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看这鞋吧 我心里就特美 我就特想笑 风暴朋友们 Vans Sky High 风暴里的阳光 AKA Sky王作品 因为你们知道我这幅画 风暴里的阳光呢 确实是包含着包罗万象吧 可以说是包含着人的七情六欲 包含着人各种各样的好心情 坏情绪 包含着天气 包含着一些编不下去了 就反正是包含着很多东西 主要就是那彩虹嘛 就主要那彩虹啊 Authentic它印不上去 所以呢我就选了Sky High 这鞋其实你们很熟悉了 就不多讲了 主要就是面积大 再一个我选高帮鞋 就哗就哗上去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个鞋当时做的时候呢 我也是抱着一种娱乐自己 欢乐大家的这种态度 想做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出来 就是搞笑一下 平时穿一穿 但是我真没想到 这双鞋 我设计完 真正半个月之后 到我手里 我拿出来一看 有那味儿朋友们 有那味儿 真有那味儿 就是 它这个 因为这双鞋Sky High 如果是普通定制的话 是600块钱 如果要是 传图定制比较高端一点 你把自己图片放上去 这种定制呢 大概是700多块钱 我在想700多块钱 你这种图片 我觉得你也不会呈现的 特别好吧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它呈现的真的还挺好的 就是 真有那味儿 就是你穿上之后 挺起范儿的 就感觉 我反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看到之后我就开心 我就高兴 然后我当时比较纠结的点 在于中底的位置 我一开始选用的是黑色 因为我想整体性强一点 主要突出风暴里的阳光 但是后来我发现白底才有那味儿 我换了白鞋带 白鞋带孔 白鞋底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大概就是鞋的颜色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 对我还有加了一个细节 就是鞋后跟的这个位置 因为后面是纯黑色的 我这只脚用的是黑色的刺绣 写了一个sky在后面 那么这只脚我也是用黑色的刺绣 写了一个54 为什么写54呢 因为这幅画 我是无悦丝毫画的 对 所以就写了一个54 就为了纪念 其实本来当时我是想一只想要写sky 另外一只想要写max 因为这双鞋毕竟是max协助我做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太gay了 就有点 仿佛我们的关系不太正常一样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改成写54了 对做一个纪念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Rens的这次定制活动 我觉得我体验是相当好的 然后给我这双鞋 仿佛都已经能排到2019提前预定第一名了 当然开个玩笑 但是它Top5 绝对跑不了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Top5肯定跑不了 对 讲完这个鞋之后 这两双鞋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告一段落 然后接下来我要说两件小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双鞋呢 我真的挺喜欢的 而且我当时大概提前大概半个月 我就发了微博友跟大家炫耀这双鞋 然后我看你们还都挺开心的 就说哇SKY对不起 我当时不应该侮辱你那幅画 所以呢我打算这期视频 我自费大概选出三个人吧 选出三个人 然后呢我每一个人 当然了我还确实要尊重你们的意见啊 就是说你们 我会先问你们想不想要这双鞋 对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我会把图片传给你们 并且把定制的钱给你们 你们可以去自己去定制 这是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我问你们 喜不喜欢这个鞋 然后你说我不喜欢风暴的阳光 我想定制别的 首先呢我会先拉黑你 其次呢我再会加回来 我说好吧给你钱你去定制吧 大概就是废话说太多了 就是抽三个人去定制这个鞋 好吧 然后呢至于怎么抽呢 我微博到时候会发一个抽奖吧 对我微博会发一个抽奖 就反正先关注我微博吧 我是Sky王 我的微博 然后到时候具体怎么抽 我会在微博里说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从下期视频开始 从下期视频开始 我每一期的结尾呢 会挑选出一些 因为我 你们知道我最近就是 事情太多太忙 所以说你们给我发的很多很多私信 我真的都没有回 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 对不起 所以呢我打算 以后也不打算经常回了 就我会打算在视频 每期视频的结尾呢 就是有一些观众留言 我会读一些留言 就你们不要觉得我是混时长 我这是跟你们友好互动 对吧就是我们是需要互动的 你们知道吗 这绝对不是混时长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或者是比如说鼓励我的话 或者说是催更我的话 骂我的话 你们都可以微博私信我 对吧 然后最终节目呢我会挑一些 我比较开心的话 我会念出来 对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 好吧 那么我是Sky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